曾经是全台十大旅游圣地 就在彰化花坛乡的台湾民俗村 不过今年1月未报先差被裁罚 后来地主就跟县府申请 说他要把部分的土地变更为工业用地 但是现在县议员质疑 这申请真的合法吗 2020年1月彰化花坛 台湾民俗村未报先差挨罚 引发关注十个月过去了 古城不见留下大片土地 被风吹到尘土飞扬 县议员李承继在县镇中咨询 质疑地主变更用地是否合法 县议员提出看法 地主有52公顷土地 确实拿出其中29.38公顷 申请变更成工业用地 是否在规避30公顷以上 开发许可还评要中央审核规定 刻意由县府来审核 遭到县议员顾皇水花返抢 县府强调台湾民俗村土地 属于私人产业确实有民间公司提出 新办事业计划 据了解地主申请产业 原区开发规划引进精密光学医疗器材产业等 以周边工业用地行情来看 一瓶约4.86万瓶 诺申请成功通过29.38公顷 有88000多瓶土地 面积相当的大 也让原本的修气天地彻底改头换面 三星文许书外朋友张慧